这个味道 看来雇佣不想让我们活 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 我们赶紧出去吧 有人来了 快藏起来 走 出来吧 你是不是饿极了 我今天给你带的 都是你最喜欢吃的 珊儿 给你爹认个错吧 你终究是他的孩子 只要你愿意认错 你相信娘 你爹他一定会心软的 夫人 夫人 来人 夫人哪 方才还在屋里啊 赶紧去找 是 堂主 地牢有外人闯入 最近还有人在调查购买那些受骨的记录 会不会是潘月知道了我们制造假教的事 怪不得卓岚强跟我磨叽这么长时间 潘月还是一心于我 来了 就别让他走了 是 快 珊儿 夫人 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快 快跟我走 我要在这儿陪着珊儿 上夜五年前就离开这儿了 我们快走吧 走 走 珊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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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这关的是顾珊 她没死 顾珊逃走了 这世上还有第二个人混用血剑 看来封夫人说的 雇佣是凶手 指的是她要杀自己的亲生儿子 可是虎毒不食子 这个顾珊到底做了什么 顾佣要这样惩罚她 世上往往最极致的残忍 都是以亲情的名义施加的 五年前 灯辉案第一次案发 顾珊很有嫌疑 可是顾佣为什么撒谎呢 她之所以掩盖顾珊还活着的消息 或许是与水博文的令牌有关 此地不宜久留 先出去再说 好 锁了 这个味道 看来顾佣不想让我们活 这就是 Doctors 静